欢迎收看11月2号的台式五件新闻 我是刘亦涵 新闻开始来看到 今天有多项防疫措施在松绑了 像是民众在室内运动 可以不用戴上口罩 我们也实际来到校园观察到 小朋友上体育课时 纷纷把口罩给脱下来 但是回到教室 还是要把口罩戴好 只有教科的老师们是不用戴口罩的 至于健身房的团体课 也陆续复课了 还有部分场所也开放女时 像是车厢内 KTV里 还有电影院内 有不少民众今天一大早 也来到电影院里头 享受一边吃爆米花 一边看电影的乐趣 也直呼真的等了好久 在学校穿堂 打躲壁球 上体育课11月2号起 在室内运动 终于可以脱下口罩了 听众自在 然后呢 感觉不闷 所以我认为 如果不戴口罩的话 很容易会传染 但还是有同学 不管走到哪都戴着口罩 不过回到教室内 总是静态活动 还是得把口罩戴上 只有教课的老师 可以把口罩脱下来 能更方便教学 老师可以脱下口罩 针对课堂的讲解 跟口型的部分 做比较清楚的一个诠释 另外在健身房 使用健身器材 训练肌肉 体力也消耗得快 随之室内运动 能脱口罩 健身房的团体课程 也陆续恢复 看一下预料量是多一些些 大概多20%左右 才刚拿到爆米花 就迫不及待吃一口 等着看早场电影 在影厅里观赏影片期间 更是吃到停不下来 口罩政策松绑 部分场所 包括电影院内也开放饮食 真的等了好久 十月底就在等 想说什么时候 可以开始喝东西吃东西 快吃吗 疫情的关系就是 很久没有进电影院 好好看电影 真的等了好久 防疫松绑的这一天 就有不少民众 抢先来体验 边吃爆米花 边看电影的乐趣 疫情过后 电影院更祭出优惠 希望能带动业绩成长 11月2号当天 购票的民众 可以享有22元 加购一份爆米花 而11月2号起 开放饮食的场所 还有双铁客运 以及游览车车厢内 开TV内唱歌 也能吃东西了 至于不用戴口罩的区域 包括温泉 烤箱三温暖 水域活动等口罩 容易潮湿的场合 另外也解除市内80人 市外300人的 溶流管制规定 要让民众生活 一步步回复正常 记者徐一杰 陈建国黄明胜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